很多人以为只有去印度才能吃到那种干净又卫生的印度街边小吃 实际上在马来西亚照样可以吃到那种干净又卫生的印度街边小吃 因为印度裔是马来西亚的第三大族群 和华人一样他们也把正宗的印度当地的美食带到了马来西亚 走 今天就跟我在马来西亚一起去吃一下印度的干净又卫生的路边汤 来吃个印度汤 这印度人还蛮有情调啊 用着这种从博物馆里面拿出来的复古的机器 播放着我在东北玩尼巴的印度特色音乐 点了一份印度咖喱鸡肯炒饭 印度大麻开始你的表演 油 锅里道 鸡肯 锅里道 这是鸡肉啊 鸡肉在煎 这大麻是两边开工啊 两个国同时开工 油 锅里道 洋葱 锅里道 包菜呢 洗得不洗得 胡萝卜呢 洋葱巴拉巴拉 包菜 胡萝卜 锅里道 继续巴拉巴拉巴拉 印度蜜制钢链酱锅里道 印度蜜制酱料锅里道 印度恒河洗少水锅里道 勺子没洗干净再洗一下 继续巴拉巴拉巴拉 他们这个厨房里面还是拖鞋进去的啊 干净又卫生 注意看一下 马来西亚的印度人还是挺讲究的呀 现在他们是在弄饭 还是用勺子不是用手抓的哟 看来这个马来西亚的印度大麻还是个讲究人 明明是可以用勺子或者用手抓的 现在换了个小碗 米饭锅里道巴拉巴拉 当这炒饭的颜色这小味儿一下子就上来了 看到我好有食欲 点一下 点飞一点好吃一点啊 好了 开始用纸给我打包了 不知道是不是报纸啊 大爷连盆带纸给我端过来了 Thank you 这个分量是很少的呀 非常有少的 但是还是很讲究的啊 主食副菜分数搭配 现炸七肯鸡排 后增价时同手无期 这包饭的纸看着不像报纸 但是有点像册纸 应该不是册纸啊 应该是特殊的 专用的这种纸啊 兄弟们 我开动了 我先吃了 你们再评评 啊 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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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问我是不是哪在台湾 台湾人是中国人 没错啊 但是大陆人不是台湾人 所以我就说我是 中国人 好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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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